两万 两万的倭寇 这仗能打得赢吗 仗子咱们两万人 打了一千倭寇 打了半年都没打赢 得了吧 七家军奉命出征 讨伐倭寇寇 然而却没有太多人愿意看好他们 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老兵已经被倭寇打怕了 他们没有面对的勇气 七级光率军浩浩荡荡赶往银海 果然在那里遇到等候多时的浪人不断 这些人完全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 他们挥舞手中的扇子 嚣张地发起进攻 但是眼前这支队伍可不是被吓怕的明军 七家军立即动作 他们占据有力地形 摆下专门用来克制窝刀的鸳鸯阵 浪人发现情况不对 先用火枪试探 结果发现明军的盾牌居然打得穿 因为七级光早就发现明军的盾牌防不住火枪 所以他用藤甲盾牌替换掉木制盾牌 令防御效果大增 浪人首次失利 气得直跳起来 抽刀就向前冲去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种藤甲盾牌不仅能抵挡火枪 对窝刀也有克制